让它在AirPlay、蓝牙、USB三条线路上都能够稳定通知 这一整套组合堆出来的不是炫静的声响 而是久听不累的顺耳感 哥们大家好啊 关于这台MIMOZER S300桌面一体Hi-Fi音箱的声音 大家一幕前面的视听篇去听一听 声音的表现从来不是玄学 而是由器件、架构、功放、电源和箱体结构 共同堆出来的结果 所以今天我们不了序的直接开箱体 看主板 把这台S300的声音逻辑 从硬件层面彻底的拆给大家看 到底它的实力是真有两码刷子 还是金玉其外败蓄其中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种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啊 直接开始拆解这一个漫步者S300 Hi-Fi一体式桌面音箱 音箱产品拆解 有丢失保修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先把这个网罩把它撬开 声学双色编织网罩 内部有蜂窝状的塑料框架 音箱的两个钛模高音 它是由网罩进行保护的 中间是5英寸的中低音单元 取掉网罩以后内部还有一个塑料框架 一共用了10颗螺丝进行固定 但是还是把它拿不出来 因为内部有排线把它粘着的 背板固定螺丝一共12颗 拿出背板 这是一整块铝合金的 这就是低音道向管 非常的粗壮 三根喇叭连接线 前面操控面板的连接排线 开关电源外面有铜箔 做屏蔽防护 所有的连接排线上面都打了红胶 这个是防止松动的 每根排线上面都有缓震海绵进行包裹 断开其中的一个高音 断开另外一个高音的连接线 这个是主喇叭的连接线 箱体里面全部都有这种鸡蛋棉 也就是消音棉来做升学处理 前面板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了 遥控的红外接收器 这个是控制板PCB 排插位置有加高的海绵进行保护 主低音单元前上板的厚度为18毫米 箱体上面高音单元位置有缓震海绵 两个加强结构用于箱体的抗震处理 箱体侧板的厚度12毫米 内部加强结构的板材厚度12毫米 铝合金的后盖厚度为2毫米 看这个硕大的磁缸加厚的音圈 这个低音单元它的重量为1.8公斤 再给大家确认一下前上板的厚度18毫米 整个箱体的升学结构是做到位的 倒向管这里贴有贴线 这个是蓝牙贴线 为了加强蓝牙贴线的覆盖效果 这里还加了一根蓝牙贴线 卸掉倒向管上面的4颗螺丝 断开两根蓝牙贴线 这就是咱们拆下来的音箱倒向管 同时这两颗螺丝也是用来固定倒向管的 断开主电源排线 固定主板两颗螺丝我们也把它卸掉 音箱的主板已经卸下来了 电源的固定螺丝在内侧我们也把它卸掉 8只电源插座也有两颗螺丝固定 电源板已经拆下来 线材上面一样的有缓震泡棉进行包裹 音箱的眩扭和扭动式开关 铝合金的面板是用螺丝固定的 CNC工艺制作的铝合金面板板材还是用的挺厚的 开机键上面的LED导光板 彩色LED的灯光板 遥控器红外信号接收板 这块就是音箱的控制板 音箱的钛模球顶高音 背面是全灌胶的工艺 把它粘在这个框架上面 这就是我拆下来 这一个曼律者S300音箱上面所有的东西 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音箱的做工细节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它的电路情况 4个大伙子 最后来观看 1个大伙子 325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来看看这个漫步者S300的核心电路 整台机器的供电放大与控制 用料都是相当稳健 走的不是成本流 而是标准的工程稳拍路线 先从电源部分说起 S300内部采用的是 台湾加通科技的60瓦开关电源方案 主控芯片为LD7750RG-R 属于中工绿段高效方案 具备轻载降频与多重保护特性 输出端EMI配置非常完整 舒服慢容保险丝 黑色NTC热明电阻 两极共模电感 配两颗安规X2电容 这个是标准的胶材及EMI设计 传导和辐射都照顾到了 输出端采用肖特级整流 3000微法总电容 加公模电感输出滤波 电源的输出功率为60瓦 在大通胎的音乐下 能够提供干净稳定的电源输出 文波一致到位 为后级公放打下了干净的地基 接下来公放板部分 核心公放芯片采用了德州仪器 TAS5822M数字公放芯片 一共用了两颗 这颗芯片支持 闭环低类结构 效率超92% 具备低时针和高芯照比 并支持96000Hz采样的数字输入 一颗用来负责推动 5.5英寸的低音单元 搭配两颗470微法 35V电容 与两颗10微横电感 另外一颗则推动 两只泰模球顶高音 配两颗220微法电容 与四颗10微横电感 这种分公放设计 能够确保低音和高音 各自独立驱动 减少串扰与香味干扰 同时输出LC滤波 让高频细节更加顺滑 古典收放干脆 也正是咱们试听片里面 古诗里面听到的那种 鼓皮 弹起空气的顺态感的来源 控制与智能部分 用料是同样讲究 主控MSU 来自重庆亚德利科技的 AT32F415CBT7 基于ARM Cortex M4F内核 主频150MHz 负责系统控制 输入切换 音量曲线算法 无线音频SoC 则是上海恒选科技的 BES2600WM 这个芯片支持蓝牙5.4 双频WiFi LDAC LHDC 与苹果的AirPlay 是国内主流的高端 无线音频SoC 而它旁边那颗 私印C04开头的 CP3.0芯片 其实就是苹果的 MFI认证芯片 型号应该是 MFI343S 00177 由美国微信科技代工 用来完成AirPlay的安全握手 这也是为什么S300的AirPlay 链接稳定 延迟低 不会出现兼容问题的关键所在 整机的主控MSU和蓝牙SoC供电 采用的是 开关降压 加线性LDO 两极纹压的架构 先用北京新洲科技的 SCT2332 与CT9339S 做高效降压 再由南京威蒙电子的 M16119C 输出3.3伏纯镜电源 这种前级高效 后级低噪的组合 确保数字域时钟 与信号链干净 五毛次 整机用料思路 稳 干净 受控 咱们前面试听篇声音顺 细节多 古典收的干净 就是这一套加通电源 加双TAS5822M 闭环供放 再加横旋BES无线系统 联手堆出来的 从试听 到拆解 这台漫步者S300 桌面一体式HIFI音箱 从电路到升学结构 踏踏实实的 把一整套体系打起来了 声音上S300的特征 非常的明显 中性偏暖 控制力强 顺态干脆 在有线播放模式 播放鼓师 二拳音乐 渡口时 那种鼓皮被空气推出的趴声 人声靠前的密度感 以及弦跃延展的顺滑度 都说明 它不是一台外强中干的机器 再来看这次拆解 就更能理解这种听感是怎么来的 18毫米厚的前脏板 双横向加强板 波浪吸音棉 箱体的刚性 和内部阻尼到位 电源部分 采用的是台湾加通的 60瓦方案 稳 干净 抗干扰 供放用的德州仪器 TAS582M 两颗闭环D类芯片 搭配独立的LC滤波 让高低频各走各的路 顺态和层次感自然就出来了 无线控制核心 采用横旋的 BES2600WM 搭配重庆亚特利的 AT32MCU 再加上一颗 微星出品的 苹果MFI CP3.0芯片 让它在 AirPlay 蓝牙 USB 三条线路上 都能够稳定通知 这一整套组合堆出来的 不是炫尽的声响 而是久听不累的 顺耳感 我的最终结论是 这台MAMS S300 不是那种听一耳朵 就惊艳的音响 但它是 能陪你听一整晚 越听越舒服的音响 它的设计思路 是工程师的逻辑 不是市场的包装 如果你追求的是 真声音 拒绝玄学 那你值得 轻耳听一次 这是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载客观输出 我是灵火车灾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